這麼的以真誠真心流露 傳遞他對眾生的尊重 對眾生的愛 這就是真正用心靈去普愛一切眾生 地皮是用他的心靈跟這些動物交流 交朋友 做朋友 那我呢 是用我的心靈在跟六道的眾生 跟法界交流 当我用心靈去看法界的一花一草一木的时候 我发现法界竟然是如此的奥妙 如此的庄严 以前我急急忙忙走过 我看不到法界的奥妙 當我停下來去看 竟然法界的奥妙都一一的呈現出來 所以在我相機拍攝出來的 很多學員都會感受到 那裡面充滿著生命 因為我把法界一花一草一木 把他們的光輝 把他們的生命拍出來 那為什麼他們會呈現 把他們的生命也呈現出來呢 讓我拍 因為我是用心靈在跟他們交流 當我看到日出 哇 這麼壯觀的日出 我臣服法界的奥妙 他不但讓我融入無邊無際的空裡面 而且讚嘆 臣服 法界是如此的莊嚴 如此的奥妙 地水火風空 不斷的在養育一切眾生 眾生不知道 他也無所謂 等我慢慢的去看 好 等我慢慢的去看 嗯